新北市長侯友宜11號他邀請了台北市長蔣萬安桃園市長張善鎮 以及基隆市長謝國良要參加平息的天燈節相關活動 同時他也宣布基北北陶合作交流平台正式成立 他不僅要帶起台灣城市的共同治理的新常態 那麼侯友宜也即將扮演北台灣區域發展的協調角色 和他過去不斷提到新北市是北台灣的領頭羊的方向一致 2024年大選國民黨的總統人選還沒明朗 但是黨內已經有非常多人要表態爭取參選立委了 首都台北市現在呈現的是熱戰的狀態 包括了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徐曉鑫 還有游淑慧張思綱 鍾佩軍及前議員羅志強 都宣布說要投入初選 知情人士表示國民黨中央現在已經開始 延領立委的提名機制 在同黨競爭的選區會舉行初選 而目前風向將是把全民納入考量 好 不過持續來看到的是前議員羅志強呢 他現在決定說他要挑戰大安區的立委 當然引發的是各界不小的議論 不過對此呢 羅志強表示 其實很多人都說是因為大安區好選 但是他也要反問大家 為什麼會覺得好選呢 因為是他有在經營 而他現在是處於失業狀態 所以他必須要進到立院 才可以繼續發揮戰力 培養新人 我在大安文三 我選上議員 四萬票的高票選上 一般的政治人物一定等你的路安排好之後 你才有可能決定下一步路 我是一選上之後我就宣布說我要交班 我下一步路我並不知道 尤其當我確定找楊子董來接班的時候 我下一步路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下一步路就是失業 跟大家抱歉 我現在還是失業狀態啊 我現在還是沒有政治工作 沒有政治職務啊 大家說大安區好選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大安區我好選 為什麼是我好選 因為我有經營啊 因為我的家在那裡啊 因為我的團隊 即便我已經辭掉議員 去選桃園市長 我還自費的付薪水 給楊子董 給曹宇婷 我的選服主任 去做選民的服務 然後他們也才能夠得到選民的認同 而贏得了大安文山區 但是當大家說 你就去監困選區 繼續去戰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我有家人 我有團隊 我跟著我的團隊 請問他們怎麼辦 我必須進到國會 我才能展現我的戰力 不是嗎 我才能夠去養我的團隊 不是嗎 那今天你要告訴我說 那你就繼續做志工 你繼續當失業人士 然後你要去一個地方選區去選 然後你輸了也沒關係 反正你就繼續流浪四年 如果大家覺得 這是對羅志強最好的安排 說真的 我就是尊重嘛 我也不能說什麼 因為我想要選是一回事 我可沒有說 我因為我想要選 所以你們一定要投給我 沒有這件事情 旺旺水神抗菌疫 他在整個的物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